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提交報告 對社署未能有效監察、整筆撥款下 受資助機構的服務表現 表示極度關注不同閉門 將委會又不滿社署和勞福局在提高機構的透明度 和對工作的問責性有不足之處 這社署延遲六年才要求機構每年提交檢討 和披露最高級三層人員薪酬的報告